这个是这一生当中又修一点原因 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 那么再看将来哪一生哪一师 又遇到这个法门了 善根献情 性面形三个条件具足 那就恭喜你 那一生就成就 这是我们要知道 要警惕的 我们这一生当中善根没输 有没有办法把它提前输呢 有办法 你自己能够精进 能够努力 确确实实使我们没有成熟的这三根 加行这一生当中可以成熟 就在你自己肯不肯认真去干啊 古德常讲啊 放下身心世界 放下万云 一生专念 一生专念 就把我们没有成熟的善根 培养成熟了 这是我们自己能做得到的啊 当然这个里头 就还有一种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缘 我们能备到偶叶大事的要解 跟我们讲的这么清楚 这么透彻 使我们的疑惑都断除了 这叫因缘 遇到这么好的因缘 善根负德差一点 因缘好 也能把善根负德提前 在这一诗诗当中成熟 这诗诗诗语一幅名号 故诗思慧 文思修 说是要分开来说 才把理事说得清楚 而实际上呢 这个文思修三会 信愿行三字量 都在一念之中 一句阿弥陀佛 居足三字量 居足三学三会 三学是界定会 三会是文思修 一句余一句佛号当中 圆满居足 诸位还要晓得一幅思修 诸位还要晓得一幅思修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经中 经中所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可思议 原来是 是将释迦摩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就收在这一句名号里头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一切金教 就在这一句名号 就在这一句名号之中啊 持这一句名号 就是持一切法门 佛在经上说 念这一尊佛就是念一切祝福 身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身舍方祝福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我们不能够一心去支持 还要把心分一部分去研究这个研究那个 去学这个学那个 这就不是真心了 就不是契约了 不是一心支持啊 这样修法 一生再精进 舍在讲的时候那不是精进呢 我常讲的那是砸劲啊 乱劲啊 都是远因 这一生当中不能陈旧 来生呢 还是继续不断去高六大轮回 这叫真可惜 后面这一句说 人有四尺利一尺 这个夜心支持名号啊 可以分作四跟礼 这两大轮 这念佛人呢 可以分为这年轮的人 什么叫四尺呢 信由西方阿弥陀佛 特别是阿弥陀金 阿弥陀金最简单 也很容易懂 所以在中国流通最广 啊 如果说是念经 大概 要以念经人数来说呢 念阿弥陀金的人最多 真正相信 有西方极 有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 这是理论 对于西方世界 这道理啊 他并不懂 他只相信 真的有这个四 就行了 这样人能不能往生呢 能往生 啊 啊 但以倔治 啊 这个这个 愿求生故 啊 坚决的 至愿 求生净土 如此一抹 无始展望 这是说 他求愿往生的心呢 非常恳切 像这个儿子